近年來演藝圈出現不少深陷感情醜聞的男星 其中包括像是去年頂 浪得沸沸揚揚的王力宏事件 原本以為只是單純離婚 勉強到被前妻李靖蕾核彈及爆料 千字文敘述 王力宏私底下有泡友、招妓、超敗壞模樣 跟以往在台上深情優質的形象相比 根本就是判若兩人 另外還有雖然沒有結婚 但也被周陽青毀滅式分手的羅志祥 當時被抖出不管到哪裡都有約潑的習慣 另外還有多人運動 以及跟凱樂有長期不正當關係的悔三觀行徑 被網友稱為是時間管理大師 不僅所有廠商都選擇切割 演藝事業也中斷了一年多 因為被都美族發文踢爆選妃 最後因涉嫌強姦罪被抓得吳亦凡 光是出面爆料的女性就超過20位 其中還包含未成年少女 迷奸右奸的過程也被一一公開 偶像之路直接破滅 所有作品都遭到封殺 也是自毀虔誠的代表之一 2008年陳冠希厭照事件 當時她和十多位女性私下拍攝床照被違法流出 導致形象大崩壞 一度讓陳冠希成績兩年才復出 甚至還波及張博之阿嬌等受害者 不過陳冠希2017年結婚後浪子回頭 變成寵女兒寵老婆的好男人 成功扭轉負面形象 最後則是香港歌手許志安 原本跟鄭秀文是圈內的模範夫妻 沒想到2019年跟女星黃欣穎 在計程車內熱門的影片曝光 之後聲淚俱下的開記者會 說自己因為喝醉酒誤事 是個壞掉的人好丟臉等等 並向所有親朋好友道歉 最終也獲得鄭秀文的原諒